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然后呢 回想一下他的所作所为我都想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先是化名朱星大靠号自己的表妹阶级进入组织 然后任务失败 就不管他们的死活了 我公也明媚的亏死了 要是还活着知道这祸是自己表哥 为了所谓的任务冒充别人和自己谈恋爱 可能还为爱鼓掌 化美不堪 然后又来了个假身份 充实脑子 明知道拨本出洞 还住进龚腾新一家里去了 大哥 你真不怕暗示透来找你的时候 顺道把回员还抓了是不是 顺便我要是勤酒 一个不知道底细的人 住进我们曾经搜查过好几遍的房子 我早就拉着队伍打过去了 现在还敢查宇田浩斯的案子 你知不知道你亲弟弟现在叫宇田秀吉还是个公众人物 如果按照动机论 他最有可能是那个希望查清宇田浩斯死因的人好不好 你还敢让他知道你还活着 如果黑衣组织有中国公安的平均水平 就会出现下面一幕 朗姆 据通讯记录显示 宇田秀吉最近和一个陌生号码 有过几次联系 秦九拿着文件说道 那个号码的记录是谁 朗姆敲着椅子扶手说道 抽石卯 一个住在宫 腾新一家里的大学研究生 秦九回答道 宫腾新一 我记得他失踪了 朗姆问 死了 雪莉 秦九突然想到了什么 雪莉 是雪莉认定他死亡 然后呢 直接大军杀过去 点了宫腾家 哎 就算查不到充实嘛 秀吉也会被组织盯上 弄不好还会绑架起来逼后面的人现身 我真不知道青山刚昌是不是脑子抽的 他速到这个赤井秀一 完全是一个为了所谓的正义又亲不认的人 好吧 好想还认他爹 炸死以后正事不干 就知道整天盯着他二表妹 知不知道你二表妹在组织成员边上 就浑身不自在了 你倒好 自己还不够还把波本引来了 我母鸡刚裂了 个人意见 欢迎大家讨论